各位师长,各位同修大德,请翻开金本四三一约第八号开始。 我们先念几句经文。 是故如等,应到异性共要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河沙,于不畏极难之中翻过来,能是无畏, 是故此,素不实皆,皆好之为实无畏者。 这是,接着前面,那个无尽异菩萨,问释迦牟尼佛, 这个观世音菩萨,以什么因缘,来到俗佛世界,来度化众生。 那么,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来,答复,答复无尽异菩萨。 这个前面那一句话讲,无尽异,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 以种种种性,有诸,啊,这个,国土,独特众生。 终大无尽异菩萨,就是刚才念的这一段,那就,释迦牟尼佛,就全无尽异菩萨, 要供养观世音菩萨,摩河沙,我们从这里记住讲, 观世音菩萨,到俗佛世界,来度化众生。 前面开始讲的,寻神救苦啊,救,这个,这个,七种灾难。 那,七种灾难,就是世间的苦啊,要解决世间的苦,那,要知道苦的来源。 苦的来源,呢,世间人,大概,他不修佛,都不知道。 一切的灾难,呢,来自,贪嗔痴,啊,这些烦恼啊。 贪嗔痴,详细地说,有这个,根本烦恼,有谁烦恼? 那,很多了。 那么,最严重的就是,贪嗔痴是三毒。 有三毒的时候,不但世间的各种灾难,都从这里发生。 而且,六道里面的生死轮回,生死不能解决,也都是由这个,三毒造成的。 所以,要,这个,断世间的那种灾难,灾难不止其中啊,那,分开来讲是,那个,灾难是无穷无尽的,太多了。 那么,要断世间的灾难,根本的办法就是,断这个三毒,断三毒,就要知道出世法了。 那,就断烦恼,必得啊,要知道怎么样的断烦恼,把这个三毒断除,才能在世间呢,免出种种的灾难。 更,更,这个,这个,重要的就是,了托,分断生死。 所以,这是啊,讲到这里,要讲到真实的话,那就了解啊,修普,普门品,念观世间菩萨名号,必得要知道, 一段,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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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毒,啊,最重要。 我们看这个经文, 嗯, 施故如等,应当一行公样,观世间菩萨, 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 如等, 就是教, 呃, 无尽一菩萨, 还有其他的, 在临山会上那些大众, 你们呢, 应当, 一行公样, 观世间菩萨, 要一行公样, 为什么呢, 是观世间菩萨, 母菩萨, 就这一尊, 就这一尊, 这一尊, 观世间菩萨, 摩佛萨是这一尊大菩萨, 于, 是不为疾难之中, 不为就是众生啊, 恐怖, 畏惧, 在疾难之中, 有恐怖, 有畏惧, 那, 这一尊大菩萨呢, 就是观世间菩萨, 能是无畏啊, 实就是不实, 能够啊, 使这些, 不为众生啊, 叫他没有, 没有畏, 没有畏, 就不要害怕, 不是普遍的啊, 或是哪个地方, 有不为的众生, 他就不为的, 另外就没有, 不是的, 无论什么地方, 只要有恐怖, 有畏惧的众生, 在那里遭遇到灾难的时候, 观世间菩萨都使给他无畏, 叫他不要害怕, 这个, 佛教, 无精异菩萨一行供养, 无精异菩萨也是大菩萨, 世间菩萨叫他供养观世间菩萨, 这个道理, 无精异菩萨当然知道, 那么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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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直到啊, 就是, 借着, 叫无精异菩萨供养的话, 就是叫, 一切学, 法画经的人, 都要知道这个, 这个供养的, 这个功德, 因为, 观世间菩萨, 他能够, 施无畏, 施无畏, 无论哪个地方, 有灾难, 有众生, 有部位的话, 他就是啊, 但是实在有一个, 什么条件呢, 有求, 菩萨再来应, 就是观世菩萨, 有求必应啊, 那么有求的时候, 那菩萨那会比多事去呢, 就是我们世间, 一般人就说, 你的朋友, 有什么要求的话, 你才去跟他帮忙啊, 跟他解决问题啊, 他没有求的话, 你不必多事, 所以观世间菩萨, 他算是实无畏的, 必须要有恐怖, 有畏惧的人啊, 来求菩萨, 菩萨才能够, 才就应了, 就有求必应, 那么这就是, 叫无尽一菩萨, 供养观世间菩萨, 也就是叫, 透过无尽一菩萨, 行这个礼, 供养观世间菩萨, 也就是教化大众啊, 那么, 又这样求观世间菩萨, 求观世间菩萨, 所谓一性供养啊, 那观世间菩萨, 他什么都有, 他还, 他还希望你, 拿这个, 这些财宝, 这些布施, 来供养吗, 但是呢, 表示, 有求于观世间菩萨, 所以要供养, 供养, 要, 要分清楚的话, 有财供养, 有法供养, 财供养呢, 就是, 拿这个, 金银财宝, 来供养, 法供养是什么呢, 那么, 你知道, 法化经了, 你知道观世间菩萨, 这种这个, 慈悲, 来救护救难, 你把这些道理啊, 告诉, 他人, 自己, 也是这样修, 这就是法供养, 后面讲, 你这样能够, 供养, 观世间菩萨, 观世间菩萨, 就能够布施无畏, 给所有的人, 事故, 这下就结了那, 此苏婆世界, 在这个苏婆世界的, 众生啊, 皆好指, 知, 知, 就指的观世间菩萨, 就, 称呼观世间菩萨, 叫做, 十五位者, 十五位者, 这个, 布施种种的极难, 这个, 有分子有三种人, 三种人呢, 求观世间菩萨, 十五位啊, 有不同的层次的, 第一种种生, 他对于这个, 佛法的道理啊, 不知道, 所以他, 那么求观世间菩萨, 没什么很高的要求, 只求啊, 在世间呢, 得到一个平安无失, 就好, 这世间呢, 能够很平安的, 没有其他的什么, 一个灾难就好, 其他的呢, 他就不知道, 当然, 发生这个灾难的, 灾难是一个, 是个结果啊, 是果啊, 果必然有因啊, 这个灾难为什么发生的, 这个原因, 他不知道, 所以这个, 这种人呢, 这种人呢, 只求灭, 各种灾难, 得到一个平安就好, 但是, 但是, 这种人呢, 实在很苦, 他虽然, 想求一个平安呢, 不禁得就能求到的, 他不知道, 这个灾难的来源在哪里啊, 他一方面想求, 另外的, 还造了一些灾难的这个, 造的恶业了, 造恶业就是灾难的因啊, 这种人, 他就是很苦, 第二种众生, 他是修佛的人, 他知道灾难的来源, 是自己造业了, 造的恶业才有, 才有这个灾难啊, 这些造恶业的来源, 就是那些烦恼, 烦恼就, 这个, 大神菩萨主教的烦恼, 有六个根本烦恼, 还有二十个随意烦恼, 六个根本烦恼, 他, 成, 吃, 慢, 一, 恶业, 那个就是邪见, 六个, 谁烦恼啊, 那就二十个, 这也是啊, 有这些烦恼, 就造恶业, 造恶业呢, 就造了这个恶业谷, 就是灾难, 这个修佛的人知道, 知道是知道啊, 那么, 虽然修佛啊, 现在知道这个道理的, 但是, 这一生, 这一生以前的前生, 前生还有前生, 神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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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起乎造恶, 这个根本烦恼, 随烦恼, 起来的时候就造恶, 造恶就收获, 那在这一生, 虽然知道这个道理啊, 也知道, 要能够控制住, 烦恼要断得不容易的, 心往的烦恼能够, 能够扶得下去, 就是能够制伏下去, 就是把这个烦恼种子啊, 把它控制住, 不让它起现行, 这是这个最基本的一个, 用功的一个, 一个理在这里, 但是他虽然, 知道这个理啊, 往往控制不住, 等到灾难来的时候, 哦, 他得知道念观音菩萨, 或者念佛, 所以这种人呢, 他的这个难在哪里啊, 平常, 所以知道这个遇到有灾难的时候啊, 往往会忘记了, 忘记念观音菩萨, 那么如果是, 再讲神远一点呢, 念佛, 念佛, 念阿弥陀佛, 跟念观音菩萨公用是一样的, 观音菩萨来救苦救呢, 那, 阿弥陀佛当然也会回来救, 所以这些, 这一类的众生啊, 他虽然只知道这个道理啊, 往往忘记了念佛, 念观音菩萨, 忘记了念观音菩萨, 这个学路老人过去讲啊, 你这样那个念呢, 没有用处啊, 就等于说, 那个火灾发生了, 火灾发生的时候, 发生之前呢, 不知道念观音菩萨, 发生的时候, 还不知道, 等到火烧起来之后啊, 等到消防队来救的话, 把火灭的时候, 你才想起来, 哦, 要念观音菩萨的生号, 那这个又没有用处了, 所以这一类的人呢, 学路老人, 就要提醒他, 不必等灾难发生的时候, 才知道念观音菩萨名号, 在未射发生的时候啊, 就要一心供养啊, 一心求啊, 那么, 那么你这样在平时, 这个一心念观音菩萨呢, 那观音菩萨就是, 有求必应, 观音菩萨救护救呢, 他本源就是如此, 你的有求, 那就是, 一定是有求必应, 所以是啊, 最好平常, 心中, 就有观世音菩萨, 自己烦恼一起来的时候, 就想到, 观世音菩萨, 就不让烦恼, 起现行, 平时如果烦恼, 就念头一起啊, 学路老人就, 引用古人的大德, 古代大德所讲, 不怕念气, 就怕觉知啊, 念头一起, 马上是就警觉, 这个烦恼要不得, 对烦恼, 严重的就是贪嗔痴啊, 贪, 贪图世间一切明一切地, 对他人起嗔恨性, 与其, 那个, 别人讲那些, 毁谤因果的事情, 那么, 也不了解, 你这也不了解, 这就是痴啊, 那么这些, 贪嗔痴这个, 一起来的时候, 自己就, 紧觉, 一紧觉, 那么, 就知道, 念果音菩萨名号, 念阿弥陀佛也是如此, 任何烦恼一起来的时候, 就用佛号, 把他压抚下去, 不让他起先行, 这就是, 平常的, 复活这个方法, 断活呢, 就要复活来, 开始这个修行, 复活都谈不上, 断活了, 更谈不上了, 所以, 所以先要求去复活, 这些, 学的老人讲啊, 对第二类的众生, 先求自己能够, 起活的时候, 自己就简决, 把这个活能够, 扶得下去, 第三种众生, 他知道, 我们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要得真实的利益啊, 必得要了生死, 要了生死, 把生死问题解决的话, 就要断烦恼, 烦恼就是, 这个六根本烦恼, 二十个谁烦恼啊, 要断啊, 烦恼不断, 在六道里面, 生死龙恼就不能断, 那么他知道这个道理, 知道必须要断的, 但是必须要断, 不容易啊, 先开始要复活啊, 我怕能够控制得住啊, 控制不住, 自己力量不够, 那就要请菩萨来帮忙了, 念观世音菩萨, 菩萨名号一提起来, 自己的力量, 跟菩萨的 那个, 这个力量合起来, 这就行, 能够从 这个 符合到断佛, 但是这个 自己 要发愿要断这个烦恼, 也就菩萨 来 合起来 一同来断烦恼, 但是这个烦恼太多了, 多生多劫以来, 这个烦恼 不是一下就能断的啊, 在现在, 一方面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一方自己啊, 一定要要求这个断, 重要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不再 造新的 这个恶业了, 不造新的 恶业了, 过去的烦恼, 多生多劫的烦恼, 还是在那里, 不是说, 要断就断啊, 不那么容易的啊, 必须 一方面 不造新的恶业, 一方面 把过去的这个 造的业啊, 不让它起现行, 这样长期的 这样 修行, 长期修行的时候啊, 到功夫 很深厚的时候啊, 那烦恼就可以断, 到什么时候功夫成熟, 断烦恼啊, 那也不容易, 因为个人的, 那个烦恼的, 有浅, 有深, 不一定, 那么那个个人, 随着自己的, 这个修行的程度, 自己了解, 这个时候啊, 学的老人要提醒我们, 来研读普门品的人啊, 就知道,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跟念 阿弥陀佛的名号, 要分清楚, 那个, 这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要是, 求这个了生死啊, 我们学的就是, 进度念佛法门, 知道进度念佛法门啊, 就支持一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在, 阿弥陀佛经里面, 讲得清楚得很, 就凭支持这一句名号啊, 功夫好, 就能断, 断火的, 那么, 功夫, 没有这么好的话, 没有断火, 福的之火啊, 到灵敏中的时候, 有人逐年, 一定能够往生, 就要平时啊, 要念 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 这样说起来,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来, 这个重点不需要了, 等于呢, 是那个两个鬼的啊, 爽鬼了, 不错, 是爽鬼, 要知道啊, 观世音菩萨是西方, 三圣之一啊, 阿弥陀佛是教主,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对联中, 联中那菩萨, 阿弥陀佛, 一方面, 观世音菩萨是大悲, 大师之菩萨, 大智, 他们联中那菩萨, 帮助阿弥陀佛啊, 用大悲, 大智来度化众生啊, 他们两位都是帮助, 阿弥陀佛, 发挥这个, 大悲, 大智的来, 来度化众生的, 因此啊, 邪陀佛老人提醒我们, 我们这个, 要求这个, 念佛, 在正式做功课的时候, 就是早晚在家里做功课, 在道场里, 念佛, 正式功课, 就是念, 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包含了, 观世音菩萨在内, 所以我们呢, 早晚在家里做, 装摩阿科友的时候啊, 还是念, 阿弥陀佛, 功课, 有什么好处呢? 单体一种法, 单体一个, 它才有成就, 两个方面呢, 就不能够得意心, 必须正式的念, 就是念阿弥陀佛不好, 这是了生死的, 而且当身成就的, 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名号, 不能放弃, 那个观世音菩萨, 平常啊, 可以放在心里面, 有烦恼起来的时候, 就念观世音菩萨, 这是何乎, 观世音菩萨本月, 那么一心念, 阿弥陀佛, 不但是包含了, 这个, 观世音菩萨, 这个大悲在内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能够, 叫我们念佛的人呢, 能够一心, 修定功夫啊, 就是要修一心的, 如果说你, 你做功课的时候, 那, 连着都有的话, 那就分了, 分了心了, 所以这个, 学的老人过去是这样, 提醒我们, 在道场里面, 或者, 个人在自己家里, 做招摩尔科的时候, 有时候也, 在正式念佛之后啊, 也加上, 成年观世音菩萨, 成年大师之菩萨, 啊, 这个, 就是在, 主啊, 就是, 不是为主, 是, 这个, 作为这个帮助的, 呃, 一种成名, 主, 还是, 呃, 这个, 佛号, 下面, 就说了, 无尽义菩萨, 摆佛眼, 世尊, 活尽当, 供养观世音菩萨, 即时, 皆, 仅仅重宝珠一诺, 价之, 白千两斤, 而以欲之, 做誓言, 忍着, 受此法事, 珍宝一诺, 那么这个, 这是无尽义菩萨, 就告诉, 释迦牟尼菩萨说, 我现在就要供养国神仅菩萨了, 无尽义菩萨, 摆佛之后, 摆是禀告, 禀告释迦牟尼菩萨之后, 他就说了, 世尊啊, 这就称呼释迦牟尼菩的, 我应当供养国神仅菩萨, 我现在就应当了供养国神仅菩萨, 说完之后呢, 集结, 景, 重宝珠一诺, 就从他自己这个景子上面, 所佩戴的, 所挂的这个, 重宝珠一诺, 重宝珠一诺是, 珠是, 在这个, 重宝之间的, 那种装饰的那个珠, 还有银落, 这些个重宝啊, 重宝不止一种啊, 很多宝啊, 宝上再加了个珠, 另外再有银落, 银落也是这些宝做成的, 价值, 百千两斤, 这个价值多少呢, 有百千两斤啊, 而于鱼之, 鱼之就是啊, 就赠予, 观世音菩萨, 价值百千两斤啊, 这个祖师诸解呀, 这个套在, 无尽一菩萨, 锦子上那个, 那个银落, 重宝珠啊, 就是那个银落啊, 何值, 百千两斤啊, 百千两, 这个, 是一个代表这个数目字而已, 它这个, 百千, 百千是十万啊, 维族是就讲, 十万是, 代表实地菩萨, 实地菩萨是万德万能, 是一个代表的, 还有一个表法的, 那这样价值的这个金啊, 来, 这个赠予, 无尽一菩萨, 而做事业, 仍得受此法事, 重宝一录, 仍得呀, 成乎观世音菩萨, 无尽一菩萨把自己淘在锦子上那个, 那个重宝一录, 正天, 观世音菩萨之后, 就成乎观世音菩萨人的受此啊, 请你接受这个, 法事争保音乐, 这个法事啊, 音乐叫做, 叫做法事啊, 音乐就是财事啊, 为什么叫做法事呢, 那祖师讲的表法, 表这个实地这个法, 实地法, 表的什么呢, 这个法画经啊, 开全写实, 实地表实地法, 就是写实, 写出真实法术来, 借着这个财宝啊, 这个财事啊, 含的就是, 那个, 写那个真实法术来, 这就是法事, 再呢, 这个, 学观世音菩萨菩萨菩萨品的人, 当然这个无尽义菩萨代表这一类的众生, 能够把这个法, 妙法, 能够说给一般众生, 这就是法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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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这个, 是法事音菩萨不肯受制, 国世音菩萨对于无尽义菩萨这样发誓, 证保音菩萨他不肯接受, 为什么不肯接受呢, 因为, 前面呢是释迦牟尼菩萨叫无尽义菩萨来引导供养, 所以这个无尽义菩萨奉释迦牟尼菩萨的这个, 这样叫他去供养, 那么因此呢, 国世音菩萨不肯接受, 引导是无尽义菩萨挂在镜子上面, 属于无尽义的, 这个赠给这个, 这些引导啊, 不是无尽义菩萨的自己的意思, 所以是国世音菩萨不肯接受, 无尽义伍白国世音菩萨远, 无尽义菩萨就在禀告国世音菩萨说, 人的名我等姑, 名是列名, 列名我等啊, 这个等子, 就无尽义菩萨代表很多人, 这是我等, 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 他当然是地位很高了, 所以我等是代表很多的众生, 名我等姑, 受死因罗, 请你啊, 接受挂在我镜子上这个因罗, 请你受下去, 除了无尽义菩萨, 白国世音菩萨之恩这个以外, 而是啊, 这个时候, 佛高国世音菩萨, 当名次无尽义菩萨, 即四中, 天, 浓, 夜叉, 前他不, 佛序鲁, 加鲁鲁, 金鲁鲁, 母后路家, 人非人等姑, 受死因罗, 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就跟那个, 国世音菩萨说了, 你应当啊, 您是无尽义菩萨, 你应当连您, 这尊无尽义菩萨, 还有几四中, 四中就是出家二中, 在家二中, 这是我们的四中, 还有呢, 天龙夜叉, 就是天龙八部了, 威阅罗等等, 一直到这个人非人, 你为了, 连免这些众生, 受死因罗, 你把因罗接受, 其实, 观世音菩萨, 明祝四中, 给予天龙人非人等, 受死因罗, 分作二分, 一分奉释迦牟尼佛, 一分奉读伯佛佛塔, 这个时候, 观世音菩萨, 明祝四中啊, 就是列明, 四中弟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四中弟子, 还有天龙人非人等, 收集因罗, 把因罗结束下来了, 结束下来之后呢, 它分作二分, 把这些因罗啊, 分作两分, 一分的奉释迦牟尼佛, 一分是奉多伯佛塔, 分作两部分, 他与他的用意的, 一分跟释迦牟尼佛, 这个, 因为释迦牟尼佛啦, 是, 这个, 讲这个妙法莲花经, 观音菩萨, 也是, 启请的, 再呢, 这个, 多伯佛, 多伯佛是, 它是有, 过去有发言的, 无论哪个世界, 哪一政府, 在, 讲这个法莲经的时候啊, 它就, 携带这个塔啦, 多伯塔, 到那个, 那个讲法莲经的道场上, 去听法, 同时也帮助大众啊, 来对妙法, 起信心, 那么, 因此呢, 观世音菩萨, 就是吴建一夫, 观世音菩萨, 就分一份呢, 给那个多伯佛, 这也是一种礼物, 因为多伯佛就在现场, 吴建一, 观世音菩萨, 如, 如是, 自在, 神力, 由于, 俗佛世界, 那么, 这是, 释迦牧尼佛就跟, 吴建一夫他讲, 观世音菩萨, 有这样的自在神力啊, 由于俗佛世界, 这就答复前面, 吴建一夫他问的, 观世音菩萨, 有什么样的这个, 因缘, 来由于俗佛世界, 那么那个, 佛在这里答复他, 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由于俗佛世界, 就是他有这样自在神力啊, 观世音菩萨是古佛啊, 早就成佛了, 现在他在西方, 是帮助阿弥陀佛, 到俗佛世界来度化众生啊, 所以他有自在神力, 到哪里都可以, 自由自在的, 一切都没有障碍, 这就是他的神力, 神通道理, 他能够办得到, 能够由俗佛世界, 那么, 要学佛, 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就要学这个自在啊, 学自在, 哪个不容易啊, 那叫成佛, 你前面讲的啊, 法华经理教这个成佛, 三大欧生七节, 不是那么容易的, 释迦牟尼佛, 成佛, 也是成天节啊, 所以是, 我们现在学这个语品啊, 要学, 自在神力的话, 第一的要发辩,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世界, 就有自在神力, 成佛当然有, 没成佛就有自在神力, 你看, 那个, 我米陀佛经理就讲的, 法师在苏佛世界, 在这个修佛世界的众生, 每天早晨, 用那个衣盖称众妙化, 供养十万亿佛, 十万亿佛徒的佛啊, 那个来往, 供养之后, 回来还吃早饭的, 那就是神通啊, 自闭啊, 所以我们学这语品的话, 必须要坚持, 发辩, 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面的, 长发的经文, 我都讲完了, 下面是寄送, 我们下次继续。